法國當局這一次動員全國之力 舉辦巴黎奧運 連已經百歲高齡的前金牌得主 也被請出來傳遞聖火 而這一位自由車選手 回憶起一九四八年摘下金牌 當時 連細節都記得清清楚楚 可見參加奧運 真的是運動員一生的榮耀 翻出一大本泛黃的簡報 法國百歲人瑞科斯特 提起當年勇奪一九四八年 倫敦奧運 自行車團體 追逐賽金牌 眼睛頓時亮了起來 那一年他才二十四歲 他被選為隊長 和其他三名隊友 一起前進倫敦為國爭光 他們在準決賽時 毫不容易打敗地主英國隊 後來在決賽一度被義大利超前 最後快馬加鞭反敗為勝 拿到冠軍 但是當四人千辛萬苦 站上頒獎臺時 卻只看到獎牌 遲遲聽不到播放法國國歌 然後在一段時間 我們告訴我們 我們沒有聽到馬西亞 我們沒有找到電腦 克斯特当时接受媒体访问时 对于未能播放法国国歌耿耿于怀 但能够一约儿时梦 对他来说已经没有遗憾 热爱自行车运动的克斯特一生中得奖无数 两年前还货班法国最高荣誉勋章 而今年的巴黎奥运他也不会缺席 将以法国在世年纪最长的奥运金牌得主身份 参与圣火传递任务 目前他唯一担心的是自己膝盖不好 活动可能受限 但他仍强调将全力以赴 完成此生最大的荣幸 公司新闻总会民别业